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在《米月传》中戴茂姑姑的饰演者 演员李贝雷 李老师 欢迎她 欢迎一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她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欢迎她 先来认识一下第一队嘉宾朋友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才八个月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八个月了 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每天就想着各种方法折磨我 我只要稍作得不顺他的意义 他就开始大发雷霆 我之前一次又一次的隆冷他 可是现在他越来越得正进词 我觉得我真的冷不下去了 我要跟他分手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伟 22岁来自福建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轩 23岁 同样来自福建 也是一名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还在读书吗 在读书 大几大三 马三大四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 咋了 他就觉得我太折磨他了 他追的你 他现在又嫌你讨厌 他要分开 是这意思吗 是 然后你不想分 我不要 八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地位都大逆转了 他怎么无礼呀 就是追他的时候 他就要我签一些协议 什么协议啊 就是一些霸王条款 什么条款呢 比如说早上要接送他 要给他送早餐 还有过年啊 过节 他要回家 我都要送他去车站 然后有一些过分的 就比如说 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 必须点赞 还要评论 那你签没签呀 那签了不签 你签了你就执行呗 对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是吧 我说如果你当时 如果不签的话 我也没有理由那样折磨你 而且这些要求也不过分 很正常 然后他现在就觉得不行 签列协议产生什么后果了吗 对生活有影响吗 还是说其实就是年轻情侣之间闹着玩 有影响啊 就好像他发朋友圈 那我总要上课 或者总要做事吧 他就不行 他一定要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必须点赞 就好像有一次我上课 我把手机关进 然后我手机再看的时候 就有二十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他打的 我回过去还有什么事呢 他就说 你刚刚有个朋友圈没给我点赞 然后就在那边生气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我那天给他打那么多电话 我只是因为说 我一开始给他发微信 然后他没给我回 然后我就怕他出什么事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一直打都没打通 你们校训里面没有说大学生上课 应该不能带手机吗 我们现在大学生 哪有像以前一样 说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如果万一 我哪一天出了什么事呢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没接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他是我男朋友 他主要就是 一直一直就爱发朋友圈 一直要我评论 然后后面我就说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协议改一下 他说行 他说他发完朋友圈 他会跟我说再叫我去评论 更过分 他给我下个软件 因为他朋友圈的内容 评论的内容嘛 我一定不能重复 一定要有新意 就好像他发个自拍 我还要写手诗呢 他一天要发十几条朋友圈了 那我这不是在考验你的才华吗 而且你以前怎么说我的啊 你说我怎么漂亮啊 这个那个的 那你现在说这句话 那你就是说 你以前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了 说你漂亮当然可以了 那每天我都说 你好漂亮你好漂亮 他都嫌烦 他就一定要我写诗 有些诗我自己都不懂 我都要百度 那你这话说的 就是以前那些夸我的话 全部都是百度的 你就在敷衍我 我哪敢敷衍你啊 还有他每次要回家也是 有一次寒假的时候 他要回家 那我说回家行 我送你到出租车上 到时候你出租车打过去就好了 他非不要 非要我送他到车站 不是大家都男朋友 都有送女朋友到车站吗 那还有那个放寒假 行李那么多 我怎么一个人 停那么多的行李去上车啊 知道没什么 有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吗 有啊 我那天还有课啊 他跟我只是同校 但不同专业 我还没放假 他先放假了 期末了 本来课就紧张 你不知道他要上课吗 我知道他要上课 那你知道他上课 还要他送你啊 但是他是我男朋友啊 而且我那天的课 也就是一二节的 我说我十点多 十一点送你去车站 可以 他非不行 非要买七点的票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那天中午家里有事 一定要那么早回去 不然我也不喜欢 那么早起床啊 你的事都是事 我的事都不是事 我那磕现在还挂着 还没过呢 你们现在就是在学校里面 挂磕都是值得鼓掌的事是吧 我看你每个人乐得还鼓掌 你们疯了吧 他每次都爱新加一些条框 那现在他又加了 他说逢年过节 必须要送两份礼物 送一份还不行 他第一份送我 这不是本份吗 第二份不是惊喜吗 这样总会更开心 我就会对他好一点 没有礼物 你还不对他好 那他本身就得对我好呀 那我去年圣诞节 我给他准备了两份礼物 我还特意订了餐厅 还准备了玫瑰花 才坐下来 看到别人旁边喝奶茶 他也想喝 要我去买 圣诞节本来人就多了 我就说肯定会吃 他说不行 他就要喝 我就往回来一伙 他恶话不说扭头就走 你那是往回来一伙吗 半个多小时 我一个人就坐在餐厅里 撒愣着 就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人家菜都已经上齐了 别人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你为什么非要喝奶茶呢 我不是看到隔壁桌我想喝吗 别人干嘛你就要干嘛呀 我去买奶茶的时候 我在奶茶店我还拍了照 我说人很多 你要么先吃 他飞不停 他一开始跟我说 没事没事 我等你 我到那边 他就恶话不说 就扭头就走 我还更尴尬呢 我还要算账 我算完账 我心想今天又是过节 又不能扫他的信 我还要去追他 追了他半条马路 找到他以后 我说那我们换一家店吃吧 换了一家店 他还步一步了 还骂了一个网散 那我不是想说 发泄一下情绪 好好的圣诞节 不是 你发泄什么情绪啊 我就觉得不开心 你凭什么不开心啊 他排队买奶茶 你坐在那等 你自己去买呀 有胳膊有腿的 他是我男朋友啊 如果我也有胳膊有腿的 我如果真的要去买 所以你今天来就来对了 你这个分手提得非常好啊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才像个男人 今天你不分都不行 他最后还说惩罚我 他总把我冬天嘛 他说看别人都有戴围巾 他也想戴 他又非要手织的 非要我织给他 一个大老爷们织围巾 织了吗 织了 我在宿舍织了一个月的围巾 这友都笑死我了 说我娘娘腔 织了围巾以后 我送给他 他说难看死了 戴也没戴过 但是他织的围巾 确实很难看 不是应该女孩 给男孩织围巾吗 但是我看到我摄友 他男朋友给他织了围巾 我也想要这样子 就想说让别人也羡慕我 明白 就是别人做什么 你都特别愿意做什么 是吧 但是他那个织的围巾 他说我不戴 是因为他那个织的围巾 太不好看了 那我也是用心织的 你有用心织吗 你一个礼拜 你要去六天的健身房 那你觉得你有花心思吗 我觉得你织那么丑 就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在那上面 说到健身房 他嫌我健身时间多 我一天也就去两小时 然后他就不开心 他就创通我摄友 跟我摄友说给我送东西 我那天又正好不在 他到我的宿舍 把我的健身卡 把我健身的装备什么都给剪了 把衣服也剪成一道一道的 那我不是原本就跟你说了吗 让你多抽出点时间来陪我 平常就要上课 一些闲暇的时间你不留给我 那你要留给谁啊 我不是有留给你吗 你都说了 你要我不去健身的时候 我都没去 然后我问你去干嘛 你又不说 你非要我跟你一起发呆 我是让你跟我一起发呆吗 这些闲暇的时间 不应该都是你安排的吗 我没安排吗 我说我们俩一起去健身 这不好吗 又锻炼身体 你非不干 非说健身房臭 那我不是不喜欢健身吗 我就是想说你多 多抽出一点时间出来 陪我出去逛逛街 吃吃东西什么的 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有时间了 去捋一趟油 那到了酒店都已经八九点了 他非说我订的酒店不行 这差那差非要换 那我说的本来也是事实啊 你订的那个酒店又小 然后又破 那换到你喜欢的酒店呢 你住舒服了吗 你不也要换房间 换了七八次 那不是那房间也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为什么要换 还有别的吗 有 他就很爱折腾我 他没事就爱证明这个 证明那个 有一天我们去看电影 我订了两个人的位 他还要再带一个男生来 说是认识了很久的男闺蜜 结果呢 比那男闺蜜比我还亲了 那我不是带他过来 我就是为了想看他爱不爱我嘛 然后 谁爱不爱谁 他 你带个男的 他 你带个男的去让 没明白这什么逻辑 就是我带着我男闺嘛 然后我就故意跟他 你男闺 多大的乌龟啊 就是我们一起打小一起长大的 发小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在他面前 我们就假装很亲热嘛 然后我就想说 看他会不会吃醋 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证明 看他够不够爱我 我天 吃醋了吗 我哪敢吃醋啊 我还心想不敢扫他的信 我还跟那男闺客客气气的 把他送走以后 把那男闺干送走 我看你是男闺哦 他就对我大发雷霆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他都这样我还不吃醋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当时跟别人吵起来吗 那我本来就是想说带他出来 我就是为了证明 看你有什么反应的 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我不就要生气吗 那我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吃饱了撑的 总爱折腾我 你还知道这事啊 那你还不跑 跑不掉 对 跑得掉也不来我们这了 接着说 还有什么让你糟心的吧 还有前几天 然后他非说要去游乐场 我本来就有点恐高 他非要往那些 很刺激的高空的项目 我说我玩碰碰车不就好了 非要往那么刺激的项目干嘛 那你去玩碰碰车 你干嘛还要去游乐场啊 去游乐场不就是要去玩那些 刺激的东西嘛 那我不是让你玩吗 我帮你拿包 我帮你拍照 这不多好 非要我玩 那我一个人上去玩 有什么意思啊 那最后不是 还是我一个人上去玩了 三遍的过山车 那他呢 他在这边看着 那不是他不陪我玩吗 我就惩罚他 说三遍 我有点恍惚姑娘 你确定你是23岁吗 确定啊 你确定你在读大学吗 确定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你完全确定是吗 我确定啊 那是我恍惚了 我老觉得这怎么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没有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 这跟谈不谈恋爱没关系 你做这事都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 就最近不是要大事了吗 大事 那我不是在当地 就找了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离学校又很近 用方便又不用租房子 他非说不行 他非要把工作给迟了 陪他回他的老家去 那我说 我当然说不干了 然后他又开始闹 那我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到时候 以后工作要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以后再拿 我就再拿 他既然说他要跟我的话 那我不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两个到时候 不要异地裂吗 我就让他辞职 你帮他辞职 是啊 他就帮我辞职 他去我的单位里 在大吵大闹 跟我领导讲我的坏话 我就被辞职了 我就觉得吧 他之前做的事 就已经很过分了 他现在又让我工作也丢了 我更冷无可冷了 我特好奇啊 你这八个月 是怎么忍过来的兄弟 冷不过来也得冷过来 那都是因为他爱我呀 是你爱他对吧 那我也爱他呀 不爱也不行呀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他不想跑 他只是觉得 觉得他过得太不舒服了 然后想来这边这里讲一下 然后让我能对他好一点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圈 哎 女孩 你看你在一起 你带给他什么 除了折磨他 除了让他挂磕 除了让他挂磕 除了让他没有自己的时间 除了让他觉得不舒服 你在做什么 那我也是因为在乎他 我才那样的啊 你是一点一点在害他 你就这么做吧 你唯一比到别人强的什么 就是他对你的好 我这炫耀吗 虚荣吗 但不好意思 这小伙子呀 他不属于你 因为你什么都没给他 感受过他的什么感受吗 你还跟这指高强的说 他不会离开我 他现在就是因为不舒服 来让你们说一说 发泄一下又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还知道他不舒服啊 你是大三还是大四 大三 你还有一年的改正的机会 我给你建议说 如果你真爱他的话 你先放过他 让他正常的能够 步入社会 有自己的能力之后 你看你有没有实际行动 能驳回他对你的爱 好好学习 用这一年时间好好学习 然后真正能自己 踏踏实实的毕业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去找份工作 之后你们再谈恋爱好吗 男生啊 我听起来你大把的时间 都在于你跟他玩闹 还要修饰自己的身材 我觉得你应该反省一下 眼门前的事 先把那挂坑的给补好了 把自己的专业学好了 靠自己本身去找份工作 然后如果你步入社会 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成长 什么叫真正爱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他 他是否成长了 他是否符合你的条件 如果有开始的话 再去开始谈恋爱 互相了解 否则你们就完全在一起胡闹 他在说 你也在说 李老师 刚刚就在听这些 他们俩的交流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在看一个电影 叫《我的野蛮女友》 你并不爱这个男生 你只是爱恋爱这种感觉 但这种爱实在是 让他太透不过气来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 拍下来的会是天使 带你去天堂 有的时候可能 也是恶魔 带你下地狱 我觉得如果这个男孩 你成熟的话 你救他 你们俩有缘分嘛 你带他上天堂 你拯救他 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放弃吧 因为你不能跟他一块下地狱 女孩你要学会珍惜 你要成熟 然后我也同意 曲总刚刚说的 就是你们俩现在要把中心 放在学业上面 我是希望你们俩都冷静一下 然后好好的把心思放在学业上 等到毕业的时候 如果你们俩还互相 觉得是爱着对方的 那再好好考虑 现在先放一放吧 这是我的意见 你为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心不甘情不愿 那你干嘛要做呢 你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但他最后都做了呀 那我想问你 即便是他心甘情愿 但有些事 好像是缺乏尊重的吧 男朋友是应该爱你 为你做这个做那个 买买东西吃食饭 那我想请问你 你跑到人家寝室去 把人家的衣服 全部都给剪了 跑到人家单位上去 把别人的工作给辞了 你有尊重吗 这跟是否是男女朋友之间 没有关系吧 你凭什么替别人做主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爱的 好像只有你 就要被疼爱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谈恋爱 只是别人对你好 你不需要对别人好 那练什么呢 什么叫互相依恋 互相爱护呢 你心不甘情不愿 为什么不说啊 不敢说 其实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我最厌恶的是像你这样的 一个大老爷们 不好好读书 一个不尊重你的女人 对你愚止气势 把一些花架子 你宁愿忍受 你以为这是爱吗 在爱情生活当中 任何事情都要对方心甘情愿 如果一个男人 心甘情愿地为你做这做那 那是你的人格魅力 如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 那你无疑是强迫 又或者是祈求 你又何必 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 一方故意压迫 一方心不甘情不愿地委屈承受 那么压迫和被压迫 之间的关系就出来了 那总有一天会不平衡 于是就跑到这里来 咱们能不能有的时候啊 自己反思反思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等到哪天 他突然之间 他离开了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对别的女生好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今天这番话 说你说的并不重 自己做不到那么好 就不要假装做得那么好 其实这所有的一切 你都是把她给害了 她在不知不觉 蒙在鼓里的过程当中 还肆意地认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认为这个男人 种种地忍受 是因为爱自己 而你其实已经咬着后槽牙了 你却没有把真实的话说出来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可以直白地跟她说 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 但我所做的一切 我没有一件 我认为是心甘情愿的 我认为你不尊重我 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你一直压迫着我 我很不爽 我今天要分手 你有本事你就说出来 没本事 你就闭嘴 回去了以后 就不要再回来 不要说别人不尊重你 首先是你自己 不尊重你自己 就这样 在什么年龄段 做什么年龄段的事 大学其实就是 可以恋爱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需求 但是它的主体是什么 它的主体是学习 这段阶段 姑娘 长大吧 我们从今天开始成熟起来 放手吧 把自尊留给自己 因为对你来说 成长比爱情要更重要 当你完成了一个 大写的人字的时候 爱情自然会敲到你的门上来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最后的60秒 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悟和感受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宝宝 你不要离开我 我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我会长大的 我以后不那样了 真的我不那样了 之前你做的 真的都很让我不舒服 而且现在我好不容易找的新工作 就让你给搅滑了 我就觉得吧 我心里其实 还是挺喜欢你的 只是你的这些行为 让我觉得害怕你 我就每天都 害怕见到你 但是我后悔了 我以后再也不看别人怎么样 我只想要我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真的 别离开我 好 时间到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看这对糊涂的恋人的选择 请开门 今天这事只能告诉你一点 宠你的时候 没问题 离开的时候 伤心的是你 独立很重要 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独立 是最重要的 记住 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戏弄生活 否则你会一生都用这样的泪水伴着自己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他 如果像大家说的 我们毕业之后 他还发现他还爱我 我会等他的 我知道我错了 我都会改 行吧 姑娘 加油吧 生活对你来说 刚刚开启 未来的路还很长 加油吧 谢谢你 请辉 如果在这个节目当中 他有所领悟 我觉得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好事了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 聪明的人 总是能在好坏之间 去转变和感受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有病啊 这么热能喝吗 我好心好意给你倒杯水 你还事这么多 你想喝喝 不喝拉倒吧 我和他结婚两年多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因为一些小事 吵得不快开交 而且每次谁都不肯退步 有时候甚至一杯水 都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导火索 慢慢的我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 虽然生活在一间屋子里 但是一点交集都没有 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 还有什么意义 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些什么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似乎从女方的角度来说 好像这段婚姻 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挽留的东西了 在这一切喧嚣的背后 藏着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许 三十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摄影师 女嘉宾小张 三十三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消防电器职员 有请 欢迎两位 在这个小片当中提供了一些信息 是小张不太愿意继续过下去了 是吧 对 为什么不太想跟他过了 是这样的 我俩在一起结婚两年多了 他以前工作挺稳的 挺好的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 他换了个工作 现在对我越来越冷大 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在公司是个职员 现在不是摄影师吗 关键是现在这个摄影师的职业 您也知道 我这个是周一到周五上班 周六休息 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忙的时候 我俩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 就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些时间的点合不上 对 这是对他的职业有点看不上 是吧 对 再有就是他这个不稳定性是一方面 他做这个摄影 我就觉得 他是心里有别的想法 要不不可能做这个 我有一次 我去他那个工作室去看他 正好我一推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正好搭在那个 就是女顾客的肩上 说是搭 我都感觉说得太简单了 其实都要搂在怀里了 你说你听我解释一下 是这么回事 就是那天我正在工作室拍摄 他吧就是不声不响的就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 然后结果呢 他在后面 我就听到后面一声响 就我一回头 他把东西全都扔在地上了 然后转身呢 就又把门摔了一下就走了 其实我就是在工作 顾客呀 还有就是我的工作人员都在那呢 弄得都特别尴尬 然后回头我也跟他解释了 其实他去到我屋里的时候吧 他只是把追历集中在我身上 他其实没看见 就是我当时我拍的那女孩的男朋友 还在旁边呢 我的工作人员也都跟他证实这个事了 可他就是不信 其实我做那个动作吧 也不像他说那么夸张 还是他男朋友提出来的 就是说你看 我实在做不好这个动作 然后你给我做一下这示范 结果我正做这示范呢 他就来了 你说我怎么说他都不信 这是人男朋友在呢 如果你要是现在 有挺多女孩 照那种个人写真什么的 那有人人家不在 旁边有个床 你也帮人摆姿势吗 你在与不在呢 我也是一样 那就是我工作性质 我也不可能说 他男朋友在或者不在 就不一样了 那你这个摄影主要是人像 对 人像 主要是写真 还有那个婚纱这方面的 所以这个联想起来就可怕了 好好的支援不作是吧 为什么去做这个呢 是因为 对呀 他说他有爱好 那你说他爱爱好足球呢 那足球怎么不具体呢 不不不 他就想去这个确实太专业 关键是足球没有女孩 这时候摄影多方便 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就知道 我从小吧就比较喜欢摄影 而且对这个职业一直比较向往 我上学也学这方面的专业 我一直以来想做 可是一直也没有机会 后来我终于是下了个决心做了吧 他还不怎么同意 怎么样现在这个做 做得还挺好的 他做得挺是挺好的 都没时间搭理我了 回去说话都不过回应一句 不是 那不是说我不跟你说话 主持人你说是这样 就是我吧工作平时本来就比较忙 回家有的时候这个还涉及到 就是后期修照片什么的 然后有的时候吧 我也想跟他说说话 想跟他聊聊天 有一次我就问他 你说你看我这个照片拍得怎么样啊 他正好在后面突然就来一句 哎呀这女孩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 当时你说我听完 你说我心里边能高兴吗 本身吧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吧 就有一句话 叫没有长得不好看的人 只有拍不好的摄影师 你是说到底是 你是怀疑我这个水平了 还是说理解了 说我这个顾客长得不好看的 那你说都不太好 等于你是拿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做了一次创业对吧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太理解你 这是你的苦处是吧 还有什么呀 不想跟人过了 我出去跟朋友 想照个相什么的 你看人家能拿个相机什么的 我也合计 我说我跟他说一说 我说我也买一个 那家里用的话 就要一个经济实惠的 也不需要太贵 问他几次 他都不回应我 到最后告诉我 我忙着呢 没时间 这不应该吧 是这样 你也知道我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就做摄影的 你说他要想拍照片的话 我给他拍就完了呗 或者说就比方说他想出去玩 跟朋友出去玩 没有相机 在我这拿一个就得了呗 你说他买那个浪费钱不说 然后他有什么用啊 你说我加根我就不合计他 让他买这个相机 我这反正也有 结果他就误解 就说我不搭理他 那你直接跟人说嘛 你说老婆 这个咱家这么多呢 他在气头上 他根本不听我的呀 我怎么听你的呀 关键事 你说你那么多 你说你现在连搭理我 跟我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 你还陪我拍照片 那不开玩笑吗 后来相机买了吗 没有啊 到现在我都没买 那你出去拍的时候 他给你拿相机了吗 他给你拍了吗 没有啊 我休息的时候 人家忙着呢 用着呢 他说的那只是应付我的一句话 就是不想搭理我 所以你看 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完了 他现在对我呢 就是冷漠到一定程度了 不理是一方面 你说你这次 你要心里没有外相法的话 你这次出差 你为什么把iPad 跟那个微信取消关联呢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 我说你因为什么取消了 那个刚开始 还挺那什么的给我解释 我是这次我出去吧 我没拿电脑 然后我就把家里那个 PiPad上那个微信就给退了 就和我这手机这边 这部关联就没有了 我直接在那边电脑上登录了 然后他就急了 直接当时就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说我当时正忙着呢 我也没法怎么跟他解释 回去之后还不依不饶的 就说我怕他看我这个通话记录了 或怎么样的 你说我根本就没有 我还特意给他翻出 我说你看我这个时间段 传的都是照片 也没有别的 他就说我删了 过去看嘛 我以前我也没那种看 就是一个心理安慰 我觉得你就是关联着也没什么 我也不至于说说没啥事查你 再说你现在这个东西 你查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用 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的 就他把你的脚安慰都给你抽掉了 对呀 要么为什么 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他就总是怀疑我 或者说还有吧 他就总按照他的想法来想我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是我得按照他的这个思想去 这个轨迹去走下去 你就比方说我和我朋友吧 那个就是有一次约好了 就是一起去剪头发去理发型 剪一个发型 结果我朋友吧 就是他先剪的 剪完了之后轮到我了 正巧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吧 那个就问我 你剪什么发型啊 然后我就只有朋友 我说就剪他这样的 结果当时你说 我简直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说他就来一句 这是正常人剪的发型吗 这多二啊 你说我朋友还在旁边呢 他都没顾及我和我朋友这个面子 完全直接就说 弄得我朋友在边上 就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怎么说对啊 你说他们剪那个发型 不是大街上有那个驴子那个造型 就中间那么一条 两个人非要剪一样的 可笑不可笑啊 这个结婚也两年多了是吧 对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想谈恋爱 从一年年开始谈恋爱的 到一三年结的婚 应该挺了解彼此的呀 也算磨合过了 怎么就这样呢 人家不都说吗 没结婚之前都隐藏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对方吗 等结了婚之后了 都变样了 什么都变了 你们俩互相暴露了是吧 我这性格就是直 我有什么说什么 就是朋友都知道 我这种性格 我也没那种 就是也没有什么坏心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他就是我说的实话 就在他朋友面前就不好 你说他在我朋友面前 也就罢了 他在他朋友面前也这样 我俩关系吧 还没到就是 现在这么僵的时候 就有过这种情况 他经常跟他朋友打电话吧 就唠一些 聊一些就是 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事 然后经常就会 就会聊一下 我俩生活的细节啊 还有就是我这人 怎么怎么样啊 你说咱俩日子 就咱俩过呗 你说你把咱俩这些 这点隐私全暴露给别人了 我心里能高兴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以后你能不能 不跟你朋友说这些 你跟我聊吗 你都不跟我聊 那我跟谁说呀 跟你父母说吗 你父母现在管吗 刚开始我俩生气了 吵架了 我给婆婆打个电话 她有的时候会安慰我 但后来时间长了 那给我一种 最后给我一句话 你俩不行就离了吧 你说咱俩之间吵会吵 那不就那一句话吗 那就随口一说的事 谢谢 谢谢 听明白了 不仅跟闺蜜说 还跟公婆告状是吧 是 回娘家什么的吗 她都不理我 那我晚上吃饭什么 我不回家 我回哪呀 我一回去她就说 我把家里当中旅店了 也回娘家是吧 你父母知道 你们这段婚姻的 这些侃侃颗颗颗吗 刚开始不知道 现在呢 现在知道了 他们什么态度啊 老人不都说吗 出一家进一家 哪有那么容易的 都劝我俩好好的 别吵架 但是你自己 熬不下去了是吧 对 我这个资料上面看 三十三对吧 你还比她大三岁 对 我问一特庸俗的问题 你结婚那时候 考虑要孩子了吗 结婚的时候 我俩就是 一直也没领账嘛 不是 是这样的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俩刚开始 结婚的时候 因为结婚 需要准备的东西 特别多嘛 准备的事也多 我俩就合计 先把仪式举行了 等完事了之后 不忙的时候 去那个领那个证 完了之后呢 等结婚婚了之后 咱俩就是工作都挺忙的 等后来就是大伙 大家都那个有时间了 或者说我那妈 就是有时间了 我跟她商量 我说咱俩去领证嘛 她那时候就把 原来的工作辞了 就是已经干上摄影了 告诉我 哎呀我现在忙着呢 等以后再说吧 一拖再拖 我俩现在就是 因为我年龄也到了 三十多岁了 我想要孩子 你说我没有证 我要了孩子 孩子往那弄 停停停停停 你们俩没领证啊 那你们俩叫什么结婚呢 我俩举行仪式 不就是结婚了吗 举行啥仪式啊 就是家里办那个酒宴嘛 什么的 你婚礼办了代表什么呀 当时吧 是这样 我俩 那个时候就是准备的东西多 而且吧 就是当时户口所在地 和我俩所在城市不一样 然后所以证就没领上 没领上之后吧 结果他刚才 你刚才不听他说了吗 说我不愿意领证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他这个领证吧 他开始 我俩没领上吧 后来他领证 非得挑日子跟我 本身我现在 我做这个工作吧 就忙 时间就少 他非得 就不是什么二月十四 就五二零五二一的 你说都是人家排长队 搭帐篷去领证那个时间 你说我哪有时间 我说你随便 什么时间都行 他就是不干 然后现在又说 我不愿意领证了 你没有法律保护 你谈不上离婚的事啊 姑娘 你就是个分手啊 你们糊涂啊你 我想跟他分开现在 那就分呗 他不敢 你不想啊 不想啊 你不想你不跟人领证啊你 他又说我挑日子 总说我挑日子 你是挑日子吗 那我一辈子领证 我就那一天 我想要那个日子 我纪念一下 不行吗 他总说 他那个时候是最忙的时候 行 就到现在也没领证呗 没有 还想过是吧 对啊 想过对人好点啊 我感觉我对他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现在吧 比较忙一些 然后我也 我做这个吧 虽然说嘴上说 是我的爱好 我的理想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希望 我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 能把这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他就觉得 我这日子吧 就是 总觉得我赔不了他 然后其实我觉得 他这些都是借口 他最主要 他就总觉得我 在外面接触女孩多 你说我做不做这个 我该接触女孩 不也能接触得上吗 我要是真有外心的话 怎么能 怎么能还这么求他呢 他就不相信 一直他就是 没什么 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 真领吧呀姑娘 今天来的目的是 想跟他分手呢 还是说让他放弃这工作 好好回家跟你过日子呢 他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之后 就对我不理不问的 我想现在也灰心了已经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行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 我让你想一件事 通常呢 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有一件事 我认为是非常幸福 就是我从事的这份工作 就是我的兴趣爱好 就是我的理想 而其实 你现在的男朋友 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其实呢 他是希望你能给他 最大的支持 他刚做这个行业 一定有很多的困难 他没有告诉你 他很投入 因为他需要 努力地去把这份工作 这份理想做好 而这会他最需要的 你给他东西 他没有给 这不能完全怪你 的确他因为在 把精力投入在 这份工作上的时候 他忽略了你 你所有的不讲情理 你所有的 所有那些 可能他看来是无理的要求 都是你在闹关怀 但是 你没有真正地理解他 对这份工作的爱 同时有希望能够跟在一起 所以你让他 迫不得已地要做出选择 要不失去所爱的工作 要不就失去所爱的人 何等的残忍 所以你有没有多在 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这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 艰难的时间 需要你的更多的理解 但是恰恰在最艰难的 时间段里呢 你没有做到足够的理解 你没有给他最大的支持 反而在成为 他实现理想的一个障碍 矛盾就出来了 这个男孩 我相信他一定是爱你的 你们彼此相爱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何必因为短时间的这些困难 彼此折磨呢 男孩也一样 真的忙到都不能 顾及他的感受了吗 你有没有真是忽略的 你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儿 他所有的那种无理 都是在希望 你能多关注他一些 包括他所有的猜测 都是觉得 你现在可能对于 他的关注度是不够的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为什么不能给他 最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不能去领个证 我不相信你 他挑一个日子 就忙到说根本就不能排队 去领这个证 即使那一天人很多的话 为什么不 所以说两个建议 第一 梳理一下你们之间的矛盾 其实它不是问题 只是暂时间的困难 两个人要一条心去解决它 第二 如果真的觉得 彼此都是深爱的话 赶紧去领证吧 别这么不明不白地相处了 好吗 就这样 我其实挺理解这个女孩的 就是我的直观感觉 首先 她跟你在一起两年多了 就有婚姻 从你们俩办了酒席之后 到现在她没有那一纸婚姻 不受法律保护 在她心里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 恰恰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做得又不够好 如果你们俩可能有了 这一纸婚约了 现在她不会这么极端 我就觉得男孩 如果你在乎她 像你说的你来挽回 你真的要珍惜她 我听了这女孩聊天 她是个挺简单 挺直接的女孩 也没那么多什么的心思 她又不懂得处理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一直忍着 导致后来你们俩 现在到现在这种状况 你们赶紧把证领了 你要在乎她 对她好一点 然后我也想跟这女孩说 刚刚上场之前 我跟曲总还说呢 因为有摄影师 在给我们拍照片 我就说完了 我说一拍照片 我就像个僵尸一样 我不会拍 恨不得你过来 赶紧给我摆一摆吧 我快急死了 因为这种事情 你就吃醋 不应该 而且她拍照的 工作的时候 身边有好多工作人员 有化妆啊 有灯光师啊 可能有一些 齐齐塌塌的 你怕什么呀 所以你们俩这问题 我是觉得呀 我也觉得挺简单的 回去领证 然后你试着 学会理解她 支持她的梦想 男孩呢 多跟女生沟通 对她再好一点 就这些 你说人家李一放 你说人家 这发型特白痴 你说你有事没事 把这事到处去张扬 跟你的闺蜜说 甚至跟自己 所谓的婆婆说 所以婆婆才会 有一句 那么不祝福的话 你们俩要是不想出 那就离了吧 你真的是不懂事 情商太低了 而至于她 你去干摄影 辞掉工作 选择一份职业 也没有跟她商量 自己说干就干 你哪里把她当过老公 对吧 你说人家买一相机 如果你真的在乎她 你可以跟她商量一下 通过这件事情 交流一交流 还有结婚这个事 当然我也不说 结婚一定要挑日子 但至少不能像她所说的 随便 随便哪一天 什么叫随便 为什么你拍照的时候 那么讲究 要摆这个pose 摆那个pose 怎么对她什么 都随便了呢 她想哪天就哪天 她想哪天就哪天 你就没有态度 女人最反感的男人就是 我们哪天去拍婚纱照 穿什么样的衣服 随便 你看着办吧 你觉得怎样就怎样 买什么糖啊 行 你做主就行 谁结婚呢 两个人结婚 什么叫随便呢 从某种条件上来说 你真的特别自私 你几乎不跟她商量 家中的大大小小的事 你知道你的母亲 已经被她烦透了 要不然不可能说 想过就过 不过想过就离 你也从来没有去 教教你的女朋友 该如何处理好 剖析关系 没有去调节好 所以说 一个不愿意管 一个也不懂事 在一起怎么可以过日子 在生活过程当中 其实夫妻两个人 就像车间里的装配工舍一样 如果两个人都记忆闲手 日子就过得炉火纯青 如果一个不行 另外一个就做师傅 师傅教的土地来 但如果师傅又不愿管 土地又不爱学 那这日子越过越糟糕 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人之间 真应该好好的反省 如果没有反省 宁愿不要在一起 就这样了 那些还没有办完的事 中文老说 哎呀这事什么时候办呀 猴年马月办 猴年马月来了 就是2016年6月 都是好日子 你们俩什么时候 领的结婚证啊 我们俩猴年马月领的 你看这事还挺逗 至于是哪一天并不重要的 所谓的意义也有 当然我想这一切 还是那句话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做一个婚姻当中 什么样的人 记住啊 猴年马月 好不容易到了 套点心窝子话 做个决定 好开始新的生活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可能以前我真的忽略了你 没给你太多的时间 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可能懂得爱情 但是我真的忽略了 我们怎么懂得去生活 可能我在生活上 真的缺少了 对你的一些关怀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把握住 然后回头 我们把证领了 你说什么时间 我一定跟你去 我们一起开启美好的明天 一起好好的生活 你再想想 我突然也没教会你是吧 想领你得告诉人 女方什么时候领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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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现在好像有一些地方 还是这样 觉得办了婚礼就算结婚了 提醒大家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接下来看看这对情侣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能对的人好吗 能 来来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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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黄黄 回去我们就把证领了 别生气了 加给我 好吗 哎呀 祝你们幸福吧 要保持一杯施法这个礼盒送给你 开心快乐 好吗 好 谢谢 不客气 牵着她手走吧 谢谢老师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 他们应该了解彼此之间如何去相处 和彼此珍惜对方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杯诗爱情保鲜记 爱宝官微的网友提问说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已经和男友恋爱快五年了 现在大学期间是异地 他大男子主义 而且不是很热情很浪漫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在迁求他 请问 我如果一直这么做 他会不会觉得爱得太容易 而不珍惜我呢 一个男人是否在乎你 并不在于他是否事事都顺从你 而是在于他是否在乎你的感受 一个女人只要有自尊有矜持 即便男人得到的再容易 他也会珍惜你 因为首先你自己珍惜了自己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时护风领先品牌 一杯诗冠名播出的药保时 一杯诗一杯诗 残润保时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杯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杯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也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营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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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